台北美术奖鼓励优秀的创作人才 希望能够激发出更多元的创作能量和思想 台北美术奖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开馆以来 未曾间断举办的竞赛展 由台北市美展演变而来 台北市美展原是台北市政府主办的一文活动中 历史最悠久 曾经和国展、省展顶逐而三的公办美术竞赛展 自1996年起 为了因应时代潮流和一谈生态变化 将传统的十项竞赛项目分类 改成平面、立体及应用三大类 奖项设台北奖三类共九名 除了参赛原作展出外 同时也展出同系列作品 2001年后 展览手期分类竞赛的方式 把展览定位为一种不分媒材与参赛项目 强调实验与潜力 以发掘年度新秀作为重点的青年竞赛展 将台北奖正式更名为台北美术奖 台北美术奖累积多年筹办成果 见证台湾当代艺术的火药发展 是国内具前瞻性、指标性的视觉艺术竞赛奖项之一 力求鼓励优秀艺术创作人才 及富有内涵与时代精神的艺术创作 希望能激发台湾艺术圈 产生更多元的创意能量与思想 时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